有人这么对你,其实是在嫉妒你,请远离。 听过这样一句话,所谓嫉妒,是从羡慕开始的,羡慕别人有,而你没有,于是嫉妒之心油然而生。 嫉妒你的人,通常有以下几点,读过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到无形,对你忽冷忽热。 这种人一般在你没有展示出你的优势或者取得成绩的时候,他们会和你正常相处。 但一旦你有所成就,他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冷淡甚至敌对,言语中处处透露着阴阳怪气。 比如他们会说,哟,你现在可了不起了,哪还看得上我们这些普通人? 看似是自嘲,实则是在暗讽你的成功,让你变得自视甚高,又或者是这有什么呀? 不过是你运气好罢了,要是我有这样的机会,肯定也能成功,把你的成就归结于运气好, 而不是你的能力和努力,以此来贬低你的价值。 他们很难真心为你高兴,即使勉强表达祝贺,也会迅速转移话题,不想过多地讨论你的成功之处。 这种人一般是没有主见的人,没有主见的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很情绪化,心情好时对你热情洋溢,心情不好了就对你冷眼相待。 说白了,就是把你当作情绪垃圾桶了,总喜欢打压你。 这种人一般表面上和你玩得很好,实际处处打压你,他们会在不经意间,对你的想法提出质疑,看似是在友好的讨论,实际是想否定你的价值。 人多的场合,他们会巧妙地把话题引向你的缺点或者曾经的失败经历,说完之后还要来一句,我是开玩笑的,你可不要当真傲,当你取得一点成绩时,他会给你泼冷水。 这种人一般是内心比较自卑的人,通过打压别人来获得一种虚假的优越感,他们看到你身上的闪光点。 而这些正是他们所缺乏的,于是就通过打压你来缓解自己内心的不安,表里不一,表里不一的人,通常嘴上会说的一套观念堂皇的话,比如夸赞你,对你说的话表面说会保密,但实际行动却与完全不符,他可能转头就说给别人听了,又或者在人前承诺会全力帮助你,但真到了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,却找各种借口推脱。 这种人一般功利性比较强,表面上和你玩得很好,可能只是因为你对他们有利用价值,一旦你没有了可利用的地方,他们的态度就会发生明显的转变。 毫无理由的阻碍你,职场也入战场,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,有任务时同时就是好友,一起承担。 然而一旦有晋升机会时,同事就成了竞争对手,这是人之常情,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。 但极度心严重的人,有个行为基准,见不得别人好,喜欢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,也许给你使半子,不会让他获得利益,但他就是会去做。 有一种情况下,这种人也会自诩为给别人教训的人,以此自我安慰,例如一个共同的项目,轮到他做本职工作的时候,就开始推三阻四。 各种拖沓,为的就是让你无法进行下去,可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,很多人都想不通,为什么自己没得罪什么人,但就是被别人各种阻挠。 实际上,就是个人的优秀,打破了极度心的平衡。 极度心严重的人会认为,大家都一样的实力,凭什么某个人要这么优秀? 于是就开始阻挠,开始使坏,为的就是满足自己极度心的平衡,一起负能量,一起原地踏步,总在背后无中生有。 极度心的第一层表现,就是否定与不屑一顾,往往也只成口舌之快,更加严重的就是,见不得别人好。 嘴上说说还不行,还得背后使坏,有句话叫木秀与林峰必摧之,这类人自顾自的当起了那一阵阵风,总想让你倒下。 这第一步就是让你的形象受损,在你背后说你坏话,一个人有实力,必然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,没有别人的认可,再大的成就也只能自己欣赏。 背后说坏话的目的无非就是让你失去影响力,让其他人觉得你并不是多了不起,甚至诋毁你,更加聪明的人会不断寻找你的短处和弱点,所谓人无完人,有长处必然就有短处。 怀有极度新的人会不断寻找你的破绽,一旦让他抓住就会不断地放大,有极度新的人往往喜欢小踢大作,有时你说错了一句话,他就会抓着不放,各种放大,上升到什么态度问题,人格问题。 要说人这一生最大的敌人还得是自己本身,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心魔,各种欲望,负面心理都住在这个心魔中,在某一个时刻击垮所有的骄傲。 自古以来邪不胜正,以身正气的人不会被邪恶击败,要想战胜自己就要先修心,当然,理论上的剖析很容易。 但实际做起来又是很具体的事情,人们常常很难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知,明白自己的不足到底在哪里,负面的心理状态可谓是不明则已。 一名惊人,一旦他冲破了个人的心理阻碍,就会迅速蔓延,生长,令人出现各种失常的表现,不只是一蹶不振,还有异怒,冲动,嫉妒,攀比等等,长次以往,会令人深陷其中,整个人就像变了一个样,无疑,这样的人是比较危险的。 这些负能量的基层会延伸至各个方面,比如说,爱慕虚荣的人,嫉妒心也比较重,嫉妒心作祟,可以说什么都看得出来,一些道德标准,为人的基本准则都成了浮云一般。 从嫉妒心这一方面来说,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点,但嫉妒心经常发作,就成立一种病态,也会有诸多表现,都说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与人相处,一定要留一个心眼,一个明显处处都在嫉妒你的人,很有可能在某一天做出伤害你的事情,所以要趁早远离,否则你连自己怎么吃亏的都不知道。 那么,人为什么会产生嫉妒心理,往往源于以下几个原因。 螃蟹效应,我做不到,你也别想做到,心理学上有个概念,叫螃蟹效应,意思是,渔民的背楼里,只有一只螃蟹是, 它会盖上盖子,当里面有很多只螃蟹是,就不需要盖子,原因是,一只螃蟹能够很轻松地从背楼里爬出去, 而很多只螃蟹挤在一起,大家都想爬出去,攀爬的过程中,不断拉扯,内部先乱了起来, 结果是,没有一只螃蟹能爬出去,都在做无用功,在社交中也是如此, 那些嫉妒你的人,心态是这样,我做不到,你也别想做到,我得不到的,你也别想得到, 在爱情中,同样存在,得不到你的爱,那我就毁了你,也不会让别人得到你, 这是一种狭隘的,偏激的,充满恶意的嫉妒,其实也是一种竞争关系, 在一个群体中,跟你产生利益冲突的人,一旦落入下风,就会嫉妒你,甚至会对你充满恶意, 人会产生不公平的感觉,心理学上讲,人们的许多行为,想法,都源于潜意识中的主观意图, 举个例子,你每个月收入一万,觉得已经足够生活了,养家糊口没问题, 但听别人说,那个和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,一个月收入两万, 这时,你瞬间就会产生嫉妒心,尽管你嘴上说,真好,厉害呀, 可你依旧无法克制心中的嫉妒,最后嫉妒心逐渐延伸,愈演愈烈, 这种嫉妒,就源于主观上的不公平,它哪里比我优秀, 凭什么赚钱比我多啊? 女生之间的嫉妒,就变成了美貌,身材与伴侣, 她长得没有我好看,身材没有我好,不如我会打扮,凭什么她能拥有? 对自身和家庭的不满,举个例子, 你有不错的家庭背景,父母工作收入都不错, 而你在父母的精心培养下,从小到大都很优秀, 毕业后,你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,买房,买车,结婚成家, 这些,你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,因为有父母帮你承担, 但你的朋友,他所有的条件都不如你,尽管他很努力,获得的成绩也很不错, 但他的起点,比你差太多了,所以,每当他面对你的时候,都会嫉妒你, 这种嫉妒,包含了许多情绪,无奈,自卑,不甘,对自己很努力, 依旧追不上你的脚步而无奈,对自己的家庭,背景而自卑, 对自己人生的不确定而不甘心,如何远离嫉妒, 如果是社交中的嫉妒,你低调一点,或者直接远离就可以了, 少一个嫉妒你的人,也能让你的生活更加快乐, 那么,关于职场或者学校中不可避免的嫉妒时,低调就不管用了, 那么,怎么做呢? 第一,不在意别人的评价,做好孤独的准备,我们都知道, 别人为什么会嫉妒自己? 肯定是因为自己比他们都优秀啊, 那么,比他们优秀,就意味着你比他们站得更高, 所以,当你一支独秀时,就别想着高鹏满座, 你要时刻知道,你是在职场时升职加薪的, 在学校时学知识的,你和谁关系好不好? 别人怎么说你,都不要在意,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, 第二,必要的时候,不必退让, 假如你退让示弱都没有用,那就直接反击, 我们可以做到,不主动惹事, 但如果事情真的上来了,也绝对不能怕事, 忍气吞声不是目的,只是暂时的手段, 为的就是等自己强大的那一天, 千万不要想着,靠自己的善良去感化对方, 从人心而言,你越是善意讨好, 别人越是得寸进尺, 承认,人有极度心理是很正常的, 那我们可以把那些让我们极度的人的成就, 当做我们想要努力达到的目标, 然后好好分析, 他们是怎么成功的, 他们身上有哪些能力, 是我没有的, 他们为了取得成功, 又付出了多少努力等等, 那么, 你会发现, 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, 拥有了更广阔的天地, 所谓可恨之人, 必有可怜之处, 岂是极度心严重的人, 本质上也是个可怜人, 这种人缺乏安全感, 对生活没有什么期望, 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 遇见这种人, 尽早远离就好, 也没必要与他争抢, 要知道, 这类人很明显就是小心眼, 你往往一句不经意的话, 就能得罪他, 而他就会仇恨在心, 千方百计算计你, 有一定分辨能力的人, 能很早看出什么人极度心严重, 从而提前做出准备, 这种能力不是人人都有, 当你遭遇了他人的恶意诽谤, 阻挠等等, 也要记住忍无可忍, 无需再忍, 对待这类人, 不妨敲打敲打。